避免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常吃这道家常菜 一个好动作免高血压 他106岁 竟没得过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只因常吃这道家常菜 赶快收藏起来 106岁的老人身体很好 很少患病、感冒时 往往吃几片药就好了 就连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 都远远地躲着他 大家都知道 心血管疾病是中老年人健康的 第一大杀手 可老人却能做到100多年 从不犯心血管病 据了解 老人的秘诀就藏在5个亿里 尤其是他最爱的一道菜 老人的这套养心血管常受秘诀 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并且操作简单 可以直接复制 依一个好心态 看开点 防治心血管疾病 隔老年轻时在木器厂当木工 制作音响喇叭 干的都是体力活 研究了他良好的体质 他经常教导儿女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要看开点 心脏不仅仅是一个泵血器官 更是一个智能器官 不良的情绪会对心脏产生影响 在悲伤的气氛中 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 分泌出大量的压力激素 使心跳加速 动脉收缩 进而导致某些心脏病发作的症状 如心痛、气短和休克等 天坛医院心内科的杜凤和教授说 放松心态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放平心态 一切抗开 然后你的病和很多烦恼 都会有一定的平复的状态 二一道好菜 胡萝卜炖肉 降血脂 降血压格老最爱吃炖烂的红烧肉 他不吃营养品 肉 鸡蛋就是他的补品 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会疑惑 吃肥肉不会引起肥胖和高血压吗 对此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教授 红兴华解释说 老人不应拒绝肥肉 吃炖得熟透了的肥肉 炖两小时左右 可以降血脂 降血压 降胆固醇 最健康的做法是用红胡萝卜盾 最后放点红酒 三一种好水果 葡萄 阻止血栓形成 葛老最爱吃的水果是葡萄 每到夏季就会买上许多 酿几瓶葡萄酒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张玲表示 葡萄本身有一定的食疗价值 法国科学家研究发现 葡萄能比阿斯匹林更好的阻止血栓形成 并且能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水平 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 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有一定作用 葡萄中含的类黄酮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 具有抗衰老的功效 并可清除体内自由基 葡萄中含有的抗癌微量元素白黎卤醇 可以防止健康细胞癌变 阻止癌细胞扩散 四一个好动作 每晚泡脚对心血管有好处 老人每晚泡脚半个小时 泡脚的同时会用毛巾热敷脑袋 推拿康复科主任赵燕说 经常热水泡脚可使足部的血液流速和流量增加 所以热水泡脚不仅趋势还能提高睡眠质量 对心血管也有一定好处 泡脚时水温应在40摄氏度为宜 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进行调节 泡脚时间不宜过长 以15到30分钟为宜 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负担 再就是饭后半小时不宜泡脚 五一个好习惯从不吃撑 预防心血管疾病隔老吃饭时 从来不会吃撑 即使美食很诱人 儿女劝她多吃点 她都要坚持控制食量 绝不会吃得很饱 人在吃完饭后 心脏输出的血流会大量聚集到胃肠部位来帮助消化 如果吃太饱 则会导致冠状动脉血流减少 心肌宫血不足 从而诱发心血管病 不是吃得越多 越能吃越好 一定要控制食量 掌握好度 这很重要 尤其是老年人 心脏不好的人 不要吃饱 七分饱最好 要限制食盐摄入 少食盐等于补钙 百岁老人的这五大好习惯 成就了她从不犯心血管病的秘诀 看完之后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你也可以做到 如果你真去做了 相信你也能告别心血管疾病 健康长寿 小编提醒您 好方法一定要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大家一起健康活过一百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ucceed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